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教授 这些是你要的教学工具 什么种子 药品 化学试剂 还有我这个美女助教 今天的课题是模拟古代生活 你这个美女 居住不上 要做皇帝 怎么能少得了妃子 我愿意做陈教授的教学工具 好了 赶紧回去吧 等一会儿学生就过来吧 陈教授 人家只是想转正呢 这件事 看那是工作能力 苏竹教要没什么事的话 就先回办公室吧 陈教授 想做皇帝 总要了解点宫斗经历 不如我来陪你上一堂实践课 你什么意思啊 陈教授 你干什么 陈教授 这里是教学 你放开我 你准备 来 陈老师 你胡说什么 陈教授 这里可是神圣的课堂 啊 铁鼓尖的课堂 还不想再来 陈茗介绍 你正在试课 下来你 只是想想再帮你 你因此就在试课 我们现在不听我 让你再来 我会把你一天 我会把你一天 希望殿下 成女人擁了 您 你干什么 秦王殿下放心 陛下这会儿还在上早餐呢 秦王殿下怎么不说话 你不是说我是丞相之女 现在又被选为秦王妃 回日本要成婚 你想想都觉得刺激吗 盖茨还真是宫斗夺底 古今女人都会这一套吗 殿下你倒是动呀 难道你是不行吗 三哥好大的少女为了除掉 连王妃都送我了 殿下这是何言 臣女臣女只是养殿殿下 我很好奇 本王就是一个王后王爷 到底哪里值得秦王妃啊 三哥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一个丞相之女 心甘情愿的此情迷生 拉我下地狱 你发现了 不过已经晚了 秦王已经带着陛下过来了 你 死定了 你猜陛下看见 会不会杀了你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既然嫂嫂愿意的话 本王就成全你 有本事你就来 爸 叶子 你在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秦王 乃丞相之女 朕亲那位秦王妃 竟然做事出自下作之事 住世 他可是你的活死 宰了你 这儿 把他放下 父 你要为二臣做主 善儿 朕对你非常器重 你不要一时冲动 背上 世心的罪名 缺缺久来 明日照耀天下 八皇子陈瑜 今夜 报病生房 是 老爸 本王连爱妃都送给你了 你就安心的去吧 我要 陪了夫人有这兵 父皇 二臣与其桥姐谈论诗词 没想到茶水里被人下了药 定是有小人 陷害我与秦小姐 父皇 这很没解 是八弟想要瞧妈妈 八弟所说 就算托磁罢了 父皇 这茶水 一烟便吃 这畜生 我茶水里下药的事 你做的还是我妈 婉儿 你说 你大胆说 这一路是欺负你 朕就不会放过他 老爸 我看你很 陛下 齐王殿下他 没有撒谎 我与齐王殿下 谈诗论词 断来的茶水里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这贱人 难道真与老爸有一腿 秦丞相 那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三哥手里 逼你来勾引我 你 你胡说什么 你真是蠢 秦王妃与齐王私通 父皇一个都不会放过 还想救你父亲 听我的 本王来救你父亲 三哥是龙了吗 秦小姐说得够清楚 闭嘴 父皇 你为儿臣作署啊 这二人定是童鸡 秦王殿下 你 闭嘴 戒 戒 父皇 八弟一校不学无术 连学堂都不去 对诗词更是一笑不同 他怎么可能像秦婉 请讲诗词 八皇子顽固 哪都是我诗词 这下完了 父皇 你要为儿臣作署啊 八弟词诀 是我皇室的脸上 默黑啊 你一下完励 不读诗书 不尊诗掌 只能和秦王妃 谈诗论词 父皇 不是儿臣不读诗 而是那些诗词 不如儿臣所写 儿臣也不是不尊敬市长 而是他们的学问 不如儿臣 可笑 诸位市长 就是喊的名乳 岂不如你一个 顽固废物 你除了顽女人 还能干什么 你自都认不权 还敢说 历任诗人 就不如你 天忆 你当真是傻子了是吧 诸位的皇子中 我问你最无能 我看你能写出什么事来 若是儿臣 能够写得出来呢 若写得出来 你们真是在谈诗论词 若写不出来 必定是说谎 眼敢同奸之士 我真傻 居然配合这个顽固 父皇 巴黎说 书上诗词 皆不如他写 那他的文采 一定比肩历任诗人 应当在欺负之内 就能成诗 太子说的不错 写出来 尽少你一命 写不出来 这阵酒你喝定了 免得日后传出去 修了我皇叔的颜命 七步成诗 这怎么可能 七步成诗 有趣 你 三步了 八弟 还要送出诗吗 我堂堂双药博士 胸怀滑下 五千年诗诗 别说七步成诗 三步 一步也不是问题 主斗 燃斗词 斗诗主斗 这也能成为诗词 八弟 这就是你的文采 我诗 这一句稀松平常 神语八皇子 你胆甲气军 主斗 燃斗齐 斗在 福中气 本事同根生 相间 何态极 秦宏殿下 这首诗是你做的 不错 正是本王所写 胡说 你一个废物 怎么写诗 已经是抄的 假的 还要多谢三哥 给我机会 让我成这 七步成诗之品 废物 敢放我赐本王 你 杀了 还想不给丢人的是吧 父皇 我和秦小姐 遭此车入 还请父皇 为我们做主 请陛下 为我们做主 父皇 今日之事一旦传出去 丞相遂言 皇家荣誉 定会扫进 今日之事 儿臣建议 就此暗下 这种事 也不可传出去 太子说的不错 此事就这样吧 朕会得 请家一个交代 至于你陈宇 你虽然才华横溢 但也不能 随意约见 丞相之女 更不能 凶犯师长 儿臣知错 还请父皇降罪 从明明起 朕再听到你 不入学堂 不尊师长 朕一定会 重度地罚你 是 父皇 既然成了八皇子 不争是死 争 还可能做一座皇位 靖 这种事是你写的吗 他敢背着 不能偷人 你也别得意 咱们揍着枪 等我 是不会放你的 爹 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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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小姐 本王说到做到 一定会 迎娶你的 婉儿 普柳之姿 恐怕没这个福分 事后齐王殿下 没事 本王 看得上就行 齐王殿下 还是先保证身体为要吧 秦王有太子之姿 国子健的诸多师长 都是陛下 为秦王筛选的班底 他盯上了猎物 可没有轻易放过的道理 丞相 你可知 最危险的猎人 往往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的 现在 是我放不放过他的问题 希望齐王殿下 真有这个本事 婉儿 我们走 丞相 你放心 本王 一定会迎娶秦小姐的 这个剑果然背着我偷人 他们灭谈了什么 秦中勇敢暗中支持老八 他不想活了吗 老八 你们不死 我心不安 王伟只能是本王的 还好吗 殿下 京城新开一家青楼 听说花魁 烟关大阵 谁有这么没 真是 殿下不可 你再不去学堂 就要被陛下罚了 殿下实在想要 莲儿可以给殿下暖床 当真 莲儿都听殿下的 殿下 这区区婢女 哪比得上花魁呀 听莲儿的 今天 先去学堂 殿下 殿下若不去青楼 不如去秦家看看 这秦姑娘知道 一定很高兴的 你说什么 这秦姑娘知道 一定很高兴 父皇已经下了命了 这件事情不准外传 你一个小小的太监 是怎么知道的 殿下说什么 奴才怎么听不懂吗 说 到底是谁的人 殿下 奴才真没有 再不说 本王就散了你 殿下 咋家是秦王的人 你个废物皇子知道 又辱我 难道你敢和秦王斗吗 你个狗奴才 竟敢辱骂殿下 我的好酸哥 果然是你 难道咱俩说错了吗 他不是废物皇子 是什么 这硕大到秦王府 三个月发不出赏钱 他除了知道 吃喝玩乐找女人 他还知道什么 你区区一个奴才 竟敢辱骂主子 我是奴才 你是什么 咱家劝你 乖乖去给秦王磕头赔罪 说不定秦王心软 还能饶你一命 别怕 本王不杀 还算有点眼力 还不快去给秦王磕头 你敢打咱家 闻人 将这个狗奴才 送到父皇以前 就说他知道偏电影是 殿下 殿下饶命 陛下知道 一定会杀了奴才全家的 走 去学堂 本王倒要看看 这个陈玄 还有什么活着 殿下 殿下 先生莫怪人 家奴不懂规矩 耽误了些时间 小贵子这狗奴才 怎么没把老爸带去青龙 你怎么不说 是被女人耽误了 那是你的理由 谁 够了 秦王请吧 老夫教不了你 爸帝 我们快快向先生认错 迟到就算了 他敢在课堂撒破 够了 期望以后不用来上课了 老夫自会向陛下说明 殿下 你还是赶紧跟你大人道歉吧 否则陛下怪罪下来 肯定会重重罚你的 血堂重地 女子岂能摄入 还不滚出去 是 连儿这就退下 三哥 这就是你的横招 那正好 对客不胜你爸 反正女大人 也没什么可以交本人的 秦王殿下 你竟该折入老夫 老夫一定要陛下告你一状 八弟 快向先生认错 本王所说 句句为真 何须道歉 血液还不如我 竟敢说这种大话 今天怎么这么认 小贵子心怀不轨 朕把他杀了 陛下 请准臣告老还乡 好好的 李爱卿 为何要告老还乡 陛下 八皇子上课迟到 还折辱微臣 说为臣不配叫他 老爸老爸 今天你不死 也要脱层皮 李爱卿叫点大才 也不配教你 父皇 燕确岂能教导鸿湖 陛下恕罪 今日臣不吐不快 秦王 你不上学 不读书 也配称鸿湖之志 读书 必先鸣其志 我开业时 就曾问过朱皇子 读书 是为了什么 这是秦王的答案 秦王 你说 取心莫恨无良眉 书中自有 年如月 安居不用 驾高堂 书中自有 黄金屋 难而欲随 平生志 五心情相 窗前毒 父皇 这是儿臣的浅见 秦王说得不错 这就是 可几里万千学子 我也常说 学成文武艺 获于帝王家 秦王 你有答案吗 你的鸿湖之志 就是当废物吗 本王当然有 只是 志存远大 不想李大人 自存行惠吧 哈哈哈哈 你 志存高远 哼 宁慈 朕只知道你信心关张 没想到 就如此不堪 父皇 不是儿臣听不进去 而是李大人所说 不堪入耳 我被读书人 再能鸣鸣搞狗 医生只做官 许美人呢 你以为父皇会相信你的鬼话 既然我说的不堪入耳 你不是有鸿骨之志吗 今日陛下也在 你倒是说出来呀 八弟 快将父皇也错 八皇子跟我们说 他的志向是随进天下美人 混账 混账 八弟往里成性 现在连父皇都敢骗 儿臣所说 一字不假 八弟 你住口 你让他说 一字不假 说不出来 这是你的罪 八弟 快想父皇人说 既然父皇想听 那儿臣便说一说 三哥 李大人 你们可听好了 我的志向乃是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王胜俱绝学 为万世 开太平 这 才是我被读书人的志向 而不是什么书中自有严如玉 什么货帝王家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王胜俱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好 非常好 不可能 终于不可能 还要多谢三哥 给我机会 让我在父皇面前露点 一字亲啊 亲从小 你太好死 鱼儿大志 商城圣任 下届黎米 陛下 期望猛日 不上学不读书 怎么可能才华无双 李大人的意思是 这句话 不是本王所说 陛下请看 这是齐王往日的试卷 齐王 果真如此 父皇 先从手说并非虚言 确实如此 八皇九殿下 长于我等 勾拦听启卷 走来 还有什么好说的 父皇 儿臣当然有话要说 儿臣看不上李先生 自然就不会用心写这些试卷 况且这些试卷 也证明不了什么 就算没有这些试卷 父皇对你知根知底 难道还不知道你的为人吗 陛下 若齐王素有大志 又怎会终日吃喝嫖赌 齐王 这还不了解你吗 原主太废了 还要下一劲猛妖 父皇 儿臣愿自证清白 既然李大人有所怀疑 要不要与本王堵上一堵 堵什么 这篇秦王正论文 是先生刚布置的作业 本王也不知道答案 若是本王做得出来 先生辞去官职 永不入京 否则处以极限 如何 齐王 你 若你做不出来 又当如何 若本王做不出来 我辞去齐王爵位 三哥一向如何 父皇 儿臣以为可行 好 那就做吧 八弟 怎么 还做不出来呀 陛下 臣以为应当设置时间 否则 齐王想到明日 我们岂不是要等到 父皇 儿臣已有副感 秦孝公 据肖寒之故 拥雍周之地 君臣固守 以窥周事 即至始皇 奋六事之于烈 朕朝策 而欲语内 吞二周 而王诸侯 吕至尊 而至六合 至枪谱 而鞭池天下 卫阵自海 不可能 他怎么能做出如此雄伟 这 念朕惊事 何也 仁义不失 而功手之失意 李大人 本王这篇过勤论如何 能不能自账 气圣文雄 可尚百事 我输了 怎么会如此 怎么会如此 与儿才华横溢 这父女为 国子监祭九 齐王四季 过其论 答应召天下为人 多谢父皇 李大人说的话 莫非是忘了 臣不敢刁难齐王 难道是本王记错了 还是李大人敢做而不敢当 齐王殿下 你不要欺人太圣 八弟 先生毕竟是你老师 你怎么会对自己老师 如此苦口下必 李大人 你也配做本王的老师 你 父皇 你可是见证人 请我说得不错 北爱卿 是您自己提面 还是朕帮您提面 父皇 先生老虎公刚 还请父皇宽恕 臣不敢 臣 遵旨 先生 先生 你期望打财 不可留 苍民告退 钻你一笔 这皇位 我争定了 今天高兴 都散了吧 你是个宫女养的野者 宝贝王一定会杀了你 还有那个秦家 那个贱人 也能敢助你 你胡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 这些事都是本王所作 三哥 你要杀本王 可不要让本王等不太久 怀疑吧 陈玄 我等着你和秦家决立 建立 建立 秦中庸竟敢按住老爸 那些失文 都是秦家父女炮制 当真 只要本王收家试探 老爸便露出麻将 莫非先生忘记了 秦一王的议题 最早是秦中庸提出的 更何况 老爸这些年的一举一动 本王都一了如指掌 他根本就没有学过诗文 怎么可能做得出 殿下 我有一计 可让秦王 神败名利 别吓死了 丞相 您与秦王的恩怨 本王已经知晓 您还要 与虎谋皮吗 爹 那天 我说了灾影的诗 父皇即将举办寿宴 你父女记号 秦王所作的诗 是荆轲状运 林承云所作 殿下 可这 想要保护好秦家 就老是按我说的错 殿下为何住 又凭什么住 大丈夫 生不能无顶时 死意 无顶喷 殿下 您也想参与夺敌 可你没钱没权 身边跟五朝臣支持 如今秦王势大 怕只要抬抬手 就能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 朝臣不就在眼前吗 不要开这种玩笑 殿下请吧 丞相震猜响吟 被秦王所结 无法坠毁 更无法完成赈灾 妄图通过驾 投靠秦王 换取压下此事 乃至完成赈灾 事又如何 就算你告发本相 陛下也不会信 可惜呀可惜 秦王拿你当义子 连婉儿 都拿来诬陷本王 殿下请吧 本相的事不劳费心 本王的解决之策 还是等丞相看完之后 再决定你布置 殿下能有什么解决办法 什么 秦王大财 本相为殿下 马首是瞻 定不会配合秦王 污蔑殿下 爹 你说什么 他真的有办法 不 本王要让你配 把这出戏给养了 三 二 一 郑总管 今日陛下寿宴筹备已毙 特令咱家来赵齐王入宫 那个辛苦总管了 不知我三哥送的什么礼物啊 听闻秦王自江南 搜寻了一潭封存三十年的农花春 可谓酒中真品 殿下送礼可得注意一下 辛苦总管了 本王知道了 儿臣 拜见父皇 八地好大的排场 还把父皇放在眼里吗 我不过是跟父皇准备礼物了 所以才迟到了些 三哥倒也不必着急 儿臣之父皇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你瞧瞧 油腔滑掉 此作 想必齐王定是准备了一件稀释奇珍 所以才来迟了 孝心可嘉呀 陛下 切勿责怪 皇后说的是啊 父皇 这是安臣寻得三十年份的农花春 祝父皇千秋鼎盛 孝儿 有心了 不知齐王如此细心准备 送的是什么礼物呢 八地亡库败家 府上连享天都发不出 能送什么礼物啊 回禀母后 儿臣送的 也是酒 酒 八地 你可真会送礼物啊 嘿呦 我的齐王殿下呀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你怎么偏偏就送这个 你别是没把父皇的寿臣放在心上 又打探到我在江南寻得美酒的消息 所以就随便寻得他一坛酒 来应付事情 以为没有什么酒 能比得上这农花春 所以大家不会对你说什么 玄儿 不得如此揣测兄弟 齐王岂能是那种怠慢父皇 心急不孝的小人呢 齐王费了这么大心思 连皇上的寿臣都吃到了 想必送来的酒 定是值得如此等待的 是吧 母后 左言即使 儿臣送的 自然是这天下间最顶级的美酒 即便是神仙来了 也不换 顶级美酒 这世间的酒 能比得上这三十年份的农花春 八弟 当着重大吃的面 你说这种话 可是叫欺君的呀 三哥 你那农花春 口味发酸 杂质过多 度数还低 有什么值得把它当成宝的 你 好 今天啊 我带来见识见识 八弟的礼物 连二 把本太子的二锅头取来 我去 这 这就是琉璃瓶 竟然这么大 这齐王不是穷吗 这么大的琉璃瓶 那恐怕价值千斤吧 有价无事 这个大臣 也没这么大的琉璃瓶 快转上来 让朕看看 这何者之大啊 更重要的是 如瓷辛斥 没有一丝杂志在其中 这瓶 乃是我大臣的国宝啊 你别得意 刘烈瓶又如何 我们喝的是酒 又不是瓶子 宇儿 这瓶是有了装酒的 回禀父皇 正是如此 朕还从来没见过 这么清晨的酒链 其实 朕诺儿子的福 难得一场 陛下当心 喝是掠酒 恐怕有损蒙体啊 这对高兴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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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老爸 我给父皇 我退下 好酒 这还从来没喝过那么好的酒 陛下当真 这酒 难道比农花春还好喝 农花春算什么 本宫就不信 这 这酒 母后 这酒怎么样 去世无双 这二锅头 算不上最顶级 我还可以酿造多种杯酒 来扩大 我大臣的财政 这 才是儿臣 送给父皇的礼物 怎么可能 难道 还有比这二锅头 更好喝的酒吗 好好好 酒司 就交给你了 来日 真要尝一尝你酿的酒 多谢父皇 儿臣 定不辱使命 齐王卑励 毕得先生 辞官元首 今生 不得入境 齐王放心 我已成名商定 必叫齐王 身败名利 微笑绝费 殿下放心 此事 就交给我了 禀彼婿 今日是陛下受臣 微臣本不该多嘴 可是李廉博士 乃是微臣恩师 陛下 齐王所说诗文 乃是微臣就座 昔日 送到学府 请恩师辅证 后来 不知所踪 谁知 竟是那齐王偷了去 谁曾想 是他齐王偷了去 林壮严 您可以证一句 陛下 林大人乃荆轲壤 声名远扬 大臣文坛 想必 不会冤枉 齐王殿下 是即 林壮严 才华无双 何必抢夺 齐王失文啊 齐王顽劣 林壮严 失文双绝 当是偷用无疑 我的好三哥 当真全清朝野啊 居然干得出 指路为马的事 住手 林大人乃荆轲 您可有证据 陈海警搜查齐王府 陈的实册 陈一眼就能认出 林正爷 你这般信心失足 搜查齐王府 陛下 搜到一本实册 陛下 这就是陈的实册 乘上来 齐王 你还有什么话说 父皇明鉴 定是由小人陷害而臣 偷偷放入齐王府 这岂不是有几人之小 是朕陷害你 还是齐王陷害你 我的好三哥 你为我搭好舞台 我怎能不明动天下 本王的地路 就从今天开始 既然父皇 与诸位大神有所怀疑 那便任由你们抽题 诗词起伏不懈 本王 都能写得出来 这齐王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呢吗 不知死活 竟敢夸下海口 老爸这么自信 难道秦忠勇敢背你背吗 就是他也写不出来 齐王殿下 此话当真 不仅当真 本王也有你家 若本王当场做处 你一击自杀 若是本王做不处 废齐王爵尾 你可敢 没人精通所有问题 更没人能随意做出诗词曲付 何况你这废 今日 你必败 好 我就和你赌命 还请陛下准学 做第一道题 你子 你让赤字赞个招 陛下息怒 齐王敢这么说 定是有真才实学 还有什么才学 你不是豪气吗 这第一手去出赛 我看你那些事什么东西来 儿臣 李优志 八弟 往日不是七步成诗 今日 总做不出来了 华众取宠 谁七步能做出诗啊 偷来的诗啊 当然快 要是自己写 儿臣 做出来 秦师门入汉室观 万里长江 人未还 但是龙昌 非将战 叫红马 杜金轩 好诗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林状元又要说 这是你写的 你 凤凰 一首诗正面不了什么 还先母后出第二首 你还能有几首诗 一题不行就诗题 十题不行二十题 我看你怎么做得出来 本宫很喜欢这把团扇 齐王能否做出诗来 这样出题太慢 不如诸位一起出题 本王再一手手写出来 齐王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 荒王 齐王既然这么说 那就美人出一题吧 母后好羊毛 数十道题 涵盖诗词取妇 题目含雕钻 本王看你怎么死 你 你让我配合秦王 齐王要做诗 老奴愿为齐王抄录 这齐王殿下 还真能做出那么多师傅 这无人能做到啊 哼 数十道诗 我看你怎么做得出来 齐王啊 齐王 你让我配合秦王 可你真能写出来吗 怕是齐王殿下做不出来 想放弃吧 齐王殿下 若是做不出来 你直说便是 何苦难为自己呢 蒸蛋的狗眼 好好看 树起你的狗耳 好好听 好 我就要瞪大双眼看看 你是怎么 演为庶民的 第二题 题目团善 作诗 银竹秋光 冷化瓶 青罗小善 不留盈 天接月色 凉如水 坐看千牛 知你心 好诗啊 团善那么生僻 居然做出来了 第三首 题目怀骨 作词 大江东去 望 涛气 千古 风流人物 雾雷西边 人道是 三国周朗翅壁 这首比上首更好啊 这首词 堪称千古佳作 第二十五首 题目 积履 作曲 枯藤老树荤 笑瞧流水 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西阳西下 段差人 再天也 又一首千古佳作 我这天 这齐王殿下 是要流名轻史啊 第二十六首 题目 新王 作曲 风宛如炬 波涛如露 相互表里 通关路 望西都 密仇处 送心情汉 精行处 功千万坚 都跌了土 惜百姓苦 王 百姓苦 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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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在实现下凡呢 哈哈哈哈 没想到 鱼儿竟有如此才华 哈哈哈哈 不 这绝不可能 这世上 不可能有人 有如此才华 情同识词曲覆 拿得出这么纯净的琉璃瓶 老爸 你隐藏的好深啊 本王记得还有一篇便文 就让你 死不瞑目 你 我不相信 便文你也能做得出来 福 天地者 万物 之逆旅也 光阴者 百代之过亢也 而浮生若梦 唯欢起 你 诬陷造谣 不如 但是背诵诗文 你不如我 做荆轲状元 我不行 但是做人 你不行 你不行 怎么样 林大人 事先李白的城市之作 对付你 都是浪费的 林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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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付出 必成大患 本王若不杀你 他 事不为人 哈哈哈哈 鱼儿 很好 很好啊 来 此林陈寅 搬领自义 加塞新女 上去齐王 污蔑皇子 就是这个下场 父皇 儿臣 有一个请求 你说 还请父皇 将秦婉 赐婚一个我 什么 这如何能想 丞相之女 遭已选为秦王妃啊 老臣 但凭陛下 做主 秦忠庸 你说什么 秦忠庸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喊与老爸勾结 父皇 儿臣 早就仰慕起了 红脑 父皇 儿臣有事起诉 公布上报 半个月嫌 秦丞相知识半数赈灾险因 全民落实到各地的树灾出现 公布怀疑 是秦丞相 私吞灾险 不是齐王的办法 我今日必死 除此之外 丞相近日之取剩下的灾营 说是赈灾 可灾民不服劳役 也没饭吃 甚至关押灾民 至于修筑堤坝的款项 更是暗中拨给了齐王 什么 这有此事 陛下 宫中早有传闻 齐王与秦婉而通奸 难道 齐王与丞相 暗中勾结 父皇 儿臣与丞相 确实暗中勾结 哈哈 父皇你听 把你太一日罪了 陛下 必须严丑 皇子竟与朝山勾结 陛下圣明 此事必须严丑 命死 太阳阵失望了 跟阵压入大牢 陛下息怒 且容老臣自辩 丞相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人证物证俱在 这里融合你脚片 好些继续上演 寿宴之后 我的财民 归往 将达到巅峰 让他说 说不出来 占灭到巅峰小宗 陛下明鉴 老臣岂敢贪污 洪灾伴随暴动 第一批镇宰响淫 被反贼截去 老臣派人去侦查 以通知孙通将军灭贼 孙通将军 却有此事 启禀陛下 多亏秦王殿下 支持卑职练兵 卑职才能一举剿灭山贼 一剿灭山贼 哪会再赢了 说到殿下 卑职还没上报呢 我的好三哥 这一击 驱狼吞虎如何 你 还好 殿下没有在 卑职应该做的 秦忠忧 你好得很 用归附本王的兵马 抢面本王暗地里的匪兵 孙通 这个蠢货 蠢货 此事 算你亡羊补牢 其王好读得及 其王恐怕 已恨死孙通 陛下 秦丞相上次没有贪污 可近日这一次呢 逼迫灾民扶劳役 赈灾款项拨给其王 如何解释 宋大人所言即逝 巴黎与赈灾有什么关系 这里面恐怕有勾结与贪 其王 其王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回禀父皇 这就是儿臣与丞相勾结的地方 商讨 赈灾对策 拯救 数十万灾木 荒谬 你一个数字 从未参与朝政 能有什么对策 巴黎 恐怕想复活认罪 其王 你听见了吗 说出来 你让证心评评理 开玩笑 你们学过经济大萧条吗 就跟我比赈灾 陛下明鉴 齐王所言既是事实 这是齐王所协的赈灾策略 震骨朔金 造福大臣百姓啊 陛下来 这里倒要看看 灾民还要服劳役 华天下是大吉 宋大人没办法就算了 你看一看 你这个公布室老是怎么当 荒谬 秦丞相 他顽劣不懂事 你也跟着胡闹吧 国家大事 老臣岂敢胡闹 实在是齐王之策 安国立民啊 安国立民 秦丞相 你怎么敢说呀 这每个字都认识 连一齐看不懂啊 齐王 你说说 让周爱卿评评理 儿臣遵旨 大壳洪灾 加上瘟疫 只发食物 灾民依旧独获 无所知事 更是引起暴动 诶 让你做震灾之策 不是让你附属灾情 灾情谁不知道 不豪 儿臣的第一策 以功代震 给灾民发粮食 但是灾民 必须要参与修建堤坝 灾民父老义 岂能不造反 陛下 实施下去 灾民并未造反 既救济了灾民 又修筑了堤坝 灾民也没了精力闹事 不可能 那为何关押灾民 洪灾伴随瘟疫 关押灾民乃其王第二策 不慌 也不是关押 乃是建立简陋隔间 染病之人 需隔离观察 七日之后 无视再放离开 同时 也要烧废水消毒 饮用水 也要烧开 这消毒 真理解 这隔离 不知何以 大合之中 遍布病菌 瘟疫 也是通过病菌闯播的 主废可以杀死大部分病菌 胡不言乱语 河水秦涉 哪来的病菌 老臣也是闻所未闻 但实施下去 瘟疫已然消退 当真有效 此次 就名于水虎大善 齐王 你想要什么赏赐 父王嫌犯 就算此次有效 那丞相 也不应该拨款给齐王府 是啊陛下 岂能以权谋私 陛下明察呀 拨款齐王府 根本不是以权谋私 而是齐王为震灾设计了一项发明 简直立在当代 功在千秋 真当齐王无所不能 还发明 简直可笑 父皇 儿臣 确实搞了点小发明 不仅可以修建堤坝 还可以修建房屋 甚至 还能建造坚固的剧场 你还敢欺骗父皇 世界上哪有这样发明 简直是胡扯 若是假的 秦丞相齐敢拿赠债款向拨给齐王府 难道 他就不怕一九族吗 和我 当真的将到修成 启禀父皇 此物取石灰石 黏土 铁光粉 高温短造 而后混入石膏淹没而成 而成命为水泥 一派胡言 你为一己私利 枉固数十万灾民死活 简直枉为大臣齐王 恳求陛下赐死齐王 还百姓 还天下人一个公道 若本太子所言为真 宋大人污蔑皇子 该都如何 哈哈哈哈 你一样的造出来 本官摘在这顶上乌杀 给你齐王当一辈子马夫 你也配当马夫 别把马给养死了 齐王 你敢羞辱本官 杀林成云 无足心中 杀公不使狼 才算费齐王一条手臂 父皇 宋大人谣言要杀了儿臣 儿臣 岂能受此屈辱 本王要予以赌命 若本王撒谎 愿自裁以泄险 若本王所言为真 你宋家抄家 兵衣三足 可敢 你 你 你什么你 难道宋大人不敢吗 把你血血发死 宋大人那查出重臣 你怎么能敢 你 我记得三哥也不相信 要不要一赌爵位 胡闹 爵位乃陛下所赐 怎能随意赌斗 皇子竟与朝臣赌命 天大的笑话 母后 儿臣无威无靠 府上连赏您都没有 只能赌父皇所赐爵位 与姓名 陛下 微臣愿与齐王对赌 齐王真能造出水泥 微臣为数十万灾民而死 死得其所 齐王啊齐王 你终究还是太嫩了 你若造出来 本官扯数十万灾民的大旗 陛下烟能杀我 你若造不出来 亏你们还是皇子大臣 在大殿上赌命 成何体统 你们想赌是吧 好 正答应你们 齐王 把水泥拿上来 让天下人看看 大殿之上 不好展示 还请父皇移驾 好 今日 正道要看看 八弟 你的水泥呢 本就没有的东西 西王当然拿不出来 我的水泥早就投入生产 你们还跟我叫嚣 既然宋大人这么着急送死的话 那本王便叫成女 来人 把本王的水泥 木盆和水取来 你们就按照我之前跟你们说的对水比例 在此处建一座高墙 二弟 这就是你的发明 还建造巨城 你连年度都没有 陛下 很明显齐王撒谎 根本没有所谓的水泥 有的只是 他与丞相勾结贪腐 致数十万灾民于不顾 齐王 你还有何解释 父皇莫及 水泥干河需要时间 八弟 我看你是想突然时间吧 需要多久 回禀父皇 只需三日便可凝固 好 这就给你三天时间 八弟 那三哥 那三哥 就等了你水泥 他回威力了 父皇且看 这是儿臣 为你修建的高墙 这不能 来人 给我走 好好好 雨儿大财 来 朕要为你和秦华主婚 有了这水泥 我大臣 就不去强敌了 父皇 此事不及 宋大人 你 你要干什么 是不是该兑现成功 诺 那朝中三平大员 陛下 你敢善杀朝廷周辰 还要多谢三哥 给北王抽他的机会 他就知道了 我才死老八 就是瞧我的王妃 下次谁知道 是不是太子之位 你怕什么 齐王当你的路 那就除掉齐王 对 母后说的对 他爸休想跟我当 还想尿球 呸 现在就是做梦 陛下真的辞婚了 这还有假 我们继续 我们那天没有干完的事吧 婉儿 任凭殿下处置 爹 爹 我来了 殿下万万不可大意啊 这次虽然大胜 可秦王的人 依旧权倾朝野 哦 听香细说 不提六部 一个小小的九物司 都是秦王的人 老臣听说 秦王已经放话 要对付殿下 殿下 要不就不要了吧 玉带王冠 必成其中 本王 还要靠九物司赚钱 我只是略微出手 拿出一瓶奥锅头 古代的供酒就比不了 我要是拿出五粮叶 茅台 他们拿什么跟我比 走 天下就是这里啊 好一个酒间 齐王殿下驾到 还不速速迎接 哼 凭你也想抗衡秦王 吞下整个酒物司 哎哟 殿下 这是 又来淘酒喝呀 父皇口谕 想必赵大人也已经知道了 以后这个酒物司 由本王掌管 还请齐王殿下离开 需要耽误龙华春的酿造 这可是献给 柔然的供酒啊 父皇的命令 你敢违抗 殿下 哪懂什么酒啊 要是耽误供酒 到时候 本王定会向陛下 神说厉害 若是本王 能造出美酒呢 齐王殿下 连酒都喝不起来的人 每次向本官讨要一壶 还妄言 要酿出什么美酒 你若能酿出美酒 本官套着狗神 爬遍满京城 哈哈 说得好 记住你说的话 若殿下 酿不出来呢 我若是酿不出 跟你一样 也学狗叫 爬遍整个京城 好吧 堂堂一个王爷 既然学狗爬满京城 本官还是头一次见的 殿下 你太冲动了 没事 蓮儿 您将这个 比姜座监 一样打造 是 神怒鬼 我这就去通知秦王 父皇 我听说 八帝一进九无私 就将九无私监政赵盛赶了出来 这耽误了酿酒事小 若碎贡不俗 引来柔然不满是大雅 大雅 齐王呢 齐禀陛下 齐王殿下 刚来几日 便找不到人影了 唉 九无私不管 国子间也不去 这八帝 恐怕是辜负了父皇的信任 混账 三天不打 相讽今晚了 父皇 八帝还年轻 一受挫折就放弃也是正常的 谁说本王放弃了 本王早就准备好了 而且就在这个屋子里 八帝 失败就失败嘛 你何必欺瞒父皇 这是酿造农华春的地方 毕竟齐王殿下也只是想讨陛下欢心 只是耽误了柔然的供求 快诈 只要你负责酒物资 你不好好地酿酒 看看耽误柔然的供求 父皇 柔然施者不日将至 为今之计 需要尽快补足 农华春的产量 儿臣 要因父皇分忧 你 你此 父皇心怒 农华春不值一提 儿臣酿的酒 定会让柔然爱不赤手 八帝 我已经派您打探到 齐王府的下令告诉我 你的二锅头是从杨商那里买来的 这买酒和酿酒 可是天地之差呀 我带的酿酒手册大全 什么酒不能酿 工会亮瞎你们的狗眼 父皇且看 这些都是儿臣酿的酒 五粮叶 茅台 剑南春 国酒 红酒 葡萄酒 老妈真会酿酒 空有其表罢了 十会在半个月内酿出这么多酒 八帝 我能敢混弄父皇 枯南 九五四酿的新酒 需要树女 你半个月 今天造出五粒中美酒 父皇一尝便知 你们若是不相信的话 也可以尝一尝 蓮儿 是 来 让这尝尝 若是不好 重着罚你 好 这酒 非常爽口 不仅超过了农花春 还超过了二国头 不可能啊 这酒 真的远程农花春 好一个五粮叶 好一个茅台 好一个二国头 柔然 定会满意 陛下 万万不可呀 柔然的满意 哪种什么酒啊 凭的可是农花春 输十年的名胜啊 这些酒毫无名胜 但是 要是贸然替欢 会以为咱们大臣淡满 到时候 会怒而发兵的 这 父皇不必着急 不出十日 而臣 定能将这些美酒 名扬天下 若做不到 容量的怒火 谁也成难 本王要是做不到 以死谢罪 好了 这相信羽儿 成了 重怒有赏 这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 现代营销侧业 殿下 这打响名声 可不是一时半会儿 盘下一座酒楼 能解决的事啊 丞相不必担忧 本王 自由妙计 你看这旺江楼乃京城交会之地 地理位置优越 殿下 对面的百花楼 才是京城最好的酒楼 哦 对面就是百花楼 哎 本王以为还有什么妙计 原来是陪坐酒楼啊 把酒楼看在百花楼对面 就是一年也成不了事 哎呀 本王想先忘记了 这百花楼是秦王府之业 八弟 需要帮忙吗 要不然我将百花楼人手 借给你一样 本王 别一叫了 这个忘江楼 开业之计 还请二位 务必千万一座 八弟 你还想给你的酒一样名 本王让你来酒楼都开不成 怎么办 殿下 这都第三天了 衣物都做好了 连儿 快散散看看 羞死人了 殿下就知道想这种事 好好好 报纸 齐文 唯觅秀 我的美景 必定大美 嗯 殿下 此事恐怕难成啊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现在还需丞相办一件事 当真 老陈还能做什么 去百花楼一趟 陪本王吃顿便饭 好一个百花楼 殿下 真要这么做 放心 本王早有计划 哎 哎 什么酒啊 这种酒 也敢拿出来卖 哪里来的小小 敢在我百花楼老师 好大的胆子 敢拿这些劣质酒来糊弄我 你可是他是谁 他是当超丞相 专相大人也不能乱说话 百花楼的酒谁不知道 天下第一 专相大人喜怒 小的 这就给你上龙华春 专相大人 这是我们百花楼 最好的酒 还敢糊弄本相 这也叫最好的酒 来 张贵的 把你们店里所有的龙华春 都拿上来 这是 就是齐王 殿下发话 还不出租取酒 是是是 好 你干什么 这些烈之酒 就不要祸害我大臣的百姓 这些酒 价值千金 你这些全给砸了 你一个穷生王爷 你配得起吗 你一个穷生王爷 你说本王赔不起 这些银票 购买你们酒 所有龙华春 齐王 齐专相 你们要在百花楼闹死 小民不敢出来 只能 如实禀告给 秦王殿下 好大的狗胆 还敢威胁本专相 掌柜的 误会了 实在是你们家的酒 太劣质了 龙华春来大臣共酒 谁人不知 怎么还有人说酒不行 村来大臣共酒 天下最好的酒 非爷 非爷 对面的旺江楼知道吧 每天去卖食物 那才是天底下最好的酒 是啊 连陛下 都赞不绝口 真的假的 还有酒给的上龙华春 这 这陛下都爱喝酒 一会咱俩去喝两种子 明人效应再加上饥饿营销 第一波流量 这不就来了 秦王殿下 秦王秦城下大闹百花楼 不仅砸了所有的龙华春 还扬言说 他望江楼 远深闻百花楼 老爸好大的担子 赶擦本王的酒楼 殿下 大喜啊 本王的酒楼被砸 还是好事 秦王无能狂怒 温昭百出 没酒定无法良名 殿下日夜忧愁供酒一事 本想在酒楼寻找点存货 谁吃 都给他秦王全都砸了 找他人好寄貌 本王这就禀告父皇 老爸 这都七天了 我一个人都没有 需不需要我这个做哥哥的 帮忙点 齐王殿下是真好心啊 可惜来不及了 不需要三哥的帮忙 倒是需要赵大人 到时候赵大人 可不要吝啬 齐王还真是嘴硬啊 本官看你要笑到何时 就是这里 哪儿骨头远超农华村 可惜啊 这每天只剩了十壶啊 哎 两万客户这边去 走 一会儿不喝过来 帮一帮 好嘞 不过就两个人 距离名声远扬很远 是啊 根本来不及了 哎 老爸 你要努力了 父皇知道你砸了百花楼的存酒 特意命我来告诉你 美酒无法远扬 哪里像柔软顶醉 哈哈 我们走 尽情的笑话 很快 我就哭了 殿下 二锅头虽好 奈何时间紧迫 根本来不及广而告知啊 丞相不必担心 本王自有计划 这是报纸 上面有花边新闻及广告 你让人联影散布全场 殿下 这么写真没问题吗 万一陛下龙眼大怒 一将功成万苦苦 地位之下 害不得人 若本王逝世 你觉得秦王能放过本王吗 大敢去做 本王以理单指 好 老臣热就举办 他不是说大喜吗 他等三天时间 谁人都在热议二过头 不是让你盯着吗 为什么这张报纸 会跟黄宝贴在一起 这个废物 家人 你不让你为神 他不让他 看来 是 那些废物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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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殿下 报纸火遍京城了 报纸新闻震惊体 还搞饥饿营销 迷人笑容 怎么能不火遍全城 殿下 这天人眼 老臣心服口服 齐王殿下 你竟敢羞辱本官 赵大人为何如此激动 本王何时羞辱过你 你这报纸传遍整个京城 说本官学狗爬 不是羞辱 是什么 赵大人不是说过要帮本王吗 难道半个月之前的约定忘了 休得猖狂 你编排陛下的事情 秦王已经禀告陛下了 这与你无关 快点套上狗绳 本王还要带着你迎接我大臣子 你休想 来人 给他套上狗绳 快看 有一件大人已经套上狗绳了 天下奇闻 天下奇闻 咱去那转下去 走走走 秦王殿下 你竟敢侮辱朝中终止 陛下定会饶不了你 好好地迎客 秦王 秦王救命啊 秦王 本王的狗 竟然不听本王的话 老爸 你好大的胆子 掌声那插大臣的官员 竟让他学狗爬 三哥 愿懂服输吗 你说他对不对 等会儿 我让他表演个节目给大家 怎么样 老爸 你别太得意 父皇已经知道 你敢变派父皇 你蛮蛋 你死了 你敢变派朕 父皇心怒 度过柔然之威 儿臣任凭父皇处置 爸也太嚣张了 父皇 便宜父皇惧怕柔然 又怎么会追究此事 我的好三哥 你还是不会揣摩父皇胜利 若柔然是在为你同意 朕也饶不了你 该死 该死 父皇居然不处置 老爸 老爸 你也别太得意 搞重大生质有何用 仍然使者固知道 不吞此事 照耀死定了 三哥末节 等会儿本王请你看场戏 喂喂 喂喂 有其中一般的民教会 已经将开举 现在有请兴肝胡辣的美女们 给就位献上美酒 这四合物 还会说话 这 小盒子里边 莫非 藏了人 八弟 你又使什么药法 莫非是法罗 竟能发出生意 少见多怪 幸好我带的东西多 老爸手机都带了 我攻击他们 华尔狗也有近日 竟然能看到穿着 如此性感暴露的美女 穿这么性感 该不会是狐狸晶片的吧 不 要不然这么诱人呢 三哥 喜欢吗 这是有商风化 女儿 这衣服是哪里来的 能否给朕一套 父皇不必着急 儿臣府上还有很多 父皇 巴迪不学无术 整日搞这些商风败俗的 真是丢进皇上脸面 三哥 要不要给你也来一套 父皇 如样是怎么就要入京了 而且还去了九不思 真是百姓当我而归 女儿 这些女子是美的美奂 这旧的名声 哪能潮瓶瓶这么快呀 是啊 父皇 如样使者马就又入宫了呀 任你们皇帝皇子 也不懂现在营销策略了吧 我这几天信息轰炸 加上这场维密瓶瓶会 如样使者又岂会没兴趣 他们早就进入我教堂了 父皇不必担心 随而臣一看便知 八弟 你还想拖延时间 我倒下看看你要使用什么把戏 来 皇兄 小王爷 完颜公主 今晚喝得怎么样 什么人 敢打扰老子喝酒 我皇兄的话没听见吗 还不滚出去 是 如然是指 怎么会再忘江楼 八弟 太妇刺了 去哪个打扰如然是指 二位误会了 我得知二位是亲至 特意送来一壶五粮叶 这酒远胜于冬华春 当真 你敢骗老子 大臣皇帝也救不了你 小王爷不喜欢这酒 这酒是不是特别难喝 可惜了 这冬华春已经被砸了 冬华春算个屁 有这等好酒既然不上贡 老子明天就让他换了 我与大臣皇后有言不变更贡酒 这怎么行 皇兄不渴 此事还需上报可汗 对对 公主说对 此事应该 是 这样 老子才是正事 是 这可如何是好 不妨莫提 儿臣自有办法 今日 是我举办的品酒会 乃是陛下命我 厌酒 如果此酒 广泛得到认可 会直接送给油然 原来如此 大臣皇上 还算会来事 你滚吧 是 慢着 再给老子上几堂酒 还有几个女人 什么狗屁柔然 我当行的一定念他 柔然诗旨 点名要我的无理念 三哥 你说我的任务完成了吗 王爷公主 没同意 住口 若不是你说这酒没名气 怎么会闹出那么多的事情来 若不是 语而极致 后果不堪设想 父皇 儿臣你只是一片好心 够了 真看你 还不会处理正事 就剥削你 朱名之权 反思 反思吧 父皇 父皇 我的好三哥 我又省一招 父皇 爸 这是你逼我的 母后 母后 你要为儿臣做主啊 用父皇取下我的猪皮之权 齐王齐王又是齐王 儿臣原本以为时间时间 那些酒根本不可能出名 谁知道那柔然小王爷 去了望江楼还清点了五粮夜 本公早就告诉过你 齐王挡你的路 那就除掉齐王 母后 你要杀掉老爸 这父皇知道了公办 废 秦王优柔寡断 当真能坐上地位 本公自有办法 来人 找孙通大将军进宫 母后 那个蠢货 剪灭了我暗地里的匪兵 让我儿臣找了个理由 被贬成了 刑部侍郎 现在正是用人之计 你想切死办公吗 找 刑部侍郎 孙通进宫 一 一天就赚这么多钱 终于可以走进自己的秦魏军了 伟人说过 枪杆子里出正确 没有兵权 还怎么躲地 救 救我 救我救周永长 小王爷 这 这是发生了何事啊 救命 救死啊 他就是秦王 要不要自己杀了 大人特意恢复 杀了呢 小王爷太刺眼 留下希望 被黑光 小子 再不管给你一起杀了 不对劲 他们刺杀柔然想王爷 放我离开 不怕暴 还想框我 还好我带不便滚 大人 大人 你们可知他是谁 他可是柔软草王爷 没事了 你们敢 杀老扎 再说一遍 滚 还是死 滚 还想趁本王不被动手 这是什么妖魔 杀了我们 你必死无疑 难道是秦王 今天凤哥带着手机 录下来揭发 说 是谁指使你来的 我绝对不会说的 别打了 别打我 我说我说我说 是刑部侍郎孙通孙大人 他让我们杀了小王 柔软小王爷 然后嫁活给你 刑部侍郎孙通 就是那个剿匪被贬的那个 他可是国家的走狗 难道背后这人 不是秦王 而是 说 是谁指使孙通的 这个人的名字 我如果说了 大臣都会震荡你的 你确定让我说吗 快说是谁 是小老子 这是皇后娘娘的命令 四王 我在下面等你 他真好 我是狠狠玩死 果然是他 多敌越来越激烈 我必须快点抽剑轻尾 就是因为你这个狗屁齐王 老子差点死了 还不过来跪下 怎么 小王爷这是 打算杀了本王 你这狗还敢不听话 你要干什么 老子可是荣然小王爷 你敢杀我 荣然可爱一动发明 鬼可真多 本王早就看你不熟了 再者是皇后要杀 又不是本王 刺客尸体藏起来 你们不是要嫁祸吗 我就让你嫁祸 这段录像再少 我还会怕你们 娘娘 望江楼有人报官 柔然小王爷惨死当场 看来刺客得手了 好 你去亲自捉拿齐王 是 你顾虑陛下 那就让陛下处死齐王 本宫说立你就立你 谁挡路都得死 信我 秦王殿下 还不老实交代 为何杀害荣然小王爷吗 孙大人 你就是这么罢案的 查都不查 一口咬定 就是本王所问 荣然小王爷死在你望江楼 你身上还沾染血迹 不是你是谁 要我说 是孙大人你呢 放肆 八弟 这就是你得罪本王的下场 我的好三哥 怎么还是玩陷害那一套呢 你竟敢嘲笑本王 孙大人 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庶民可以上刑 皇子为什么不能呢 秦王殿下所言极是 男人 上加贵 孙大人 确定要用刑 好 秦王殿下话 你听到吗 还不速速行刑 住手 好大的胆子 你们敢对秦王殿下动用私刑 你是什么东西 滚出去 秦王好威风啊 坐 二生不敢 只是八弟他残害了柔然小王爷 二生只是一时候让了方寸 你说什么 柔然小王爷死了 齐兵陛下 柔然小王爷死在望江楼 一切证据都指向齐王殿下 什么 他死了 你一向似乎鸡蛋 连撞眼都敢杀 你说 是不是你 陛下请看 这刀柄上的手印 跟齐王殿下一模一样 刀上还有齐王府的标志 孙大人 糊涂 这么明显的陷害 难道看不出来吗 柔然小王爷 趾高气扬 帮助呵斥齐王殿下 齐王殿下弄而杀人 原来如此 大臣皇上 还算会来事 你滚吧 慢着 再给老子上几趟酒 还有几个女人 傅阿姨速决 如而公主以帅欣慰 持笔皇宫 精彩 精彩 不愧是行不适了啊 布局都堪称完美 人证 物证 都起了呀 齐王为何不怕 不可能 此局思思入口 他觉悟翻盘的机会 陛下 清以国事为重啊 父皇 还行处击老爸 老爸定会理解父皇的难处 逆次 你凭着顽固业就办了 可你尽量杀害 仍然小王爷 这次 真也理解不得 秦王一死 秦王必定杀我 父皇 儿臣 想让你看一出戏 陛下 齐王殿下真是 不知悔改 都什么时候来看戏啊 孙大人也一起看吧 这戏里面 也有你 父皇且看 这这这何物啊 怎么里面还有人 会动 我说 我说 这秦布侍郎 分头孙大人 他陪我们 杀了荣苑小王爷 然后嫁祸给你的 莫非这神迹 比我儿 秦王得天俱雇 我没选错 孙大人 你关心错了吧 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 你为何杀害 柔然小王爷 并且 嫁祸一半 没造枪 也没阻戒亲卫 还不好与皇后刺破脸 好啊 真是真的好事了 就让杀害柔然使者 嫁祸齐王 你 陛下饶命啊 这 这地势妖法 微臣 岂敢陷害齐王殿下 妖法 早就准备了录音 可惜我的好三哥 没放太多好话 这就是你得罪本王下场 本王会让你受尽 折磨而死 你确定要用血啊 齐王殿下话 你没听到吗 你们这些话 这些事伪都听见了 难道 也是要法吗 好一个齐王 好一个醒不醒了 父皇行怒 二人只是乱发算 可恶不在眼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啊 我熟读中外历史 什么公辩正面桥段不知道 凭你们也想跟我斗 父皇 此事必须受罚 否则 有人 定不会放过咱们 来 把孙总拉给砍了 把孙总拉给砍了 至于你 拨去你的 参政义政职权 从前任期 避免思过 若再有下次 出去你的 秦王之位 恩人多谢父皇 多谢父皇 秦王 你不得好死 你以为此事结束了吗 你做梦 哈哈哈哈 你做梦 皇后还有后者 难道是 哈哈哈哈 你做梦 指望皇后 指望柔然公主 当真以为本王不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的 你不说 本王怎么能知道的 你炸我 带走 皇后这一招 还真是很辣 父皇惧怕柔然 很可能 把我当成弃子 父皇 还请降处柔然使团 儿臣心中不安 恐怕 此事 没那么容易解决 孙总还不够 又让公主 还要追究 慌慌张张 成何体统 没看到我与完元公主 正在饮茶 母后 大事不好了 何事惊慌 完元公主不是外人 说吧 把你重现 刺客暗杀一幕 孙大人已经被扶诛 儿臣也剥夺了 参政一政之权 什么 你们这两个废物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大臣皇后 你祝我暗杀小王爷 我祝你 追责大臣齐王 可你们好像 搞砸了 完颜公主 我儿执政大权 大臣的朝贡 增加三成 当真 大臣 当真 好 蓝人 直取大臣皇宫 你今天看好了 我现在就去杀了那什么齐王 这就是柔然公主 柔然匈奴 纷争不断 那我可就有办法了 丞相 你去办一件事情 陛下 奴才送去孙大人头颅 完颜公主 一脚弃飞 又吃陛下 藏匿真凶 更要率领七位前来 诸杀真凶 怎么会这样 果然奔我而来 不过 你选错了对手 完颜公主的 完颜公主 这都是误会呀 大臣皇帝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暗恨我柔然小王爷 放肆 你敢以下犯上 以下犯上 大臣皇帝 你好好说说 到底谁是上 谁是下 放肆 怎么跟我说话呢 哎呀 当然 是您在上 你就是齐王 是你下了我柔然小王爷 完颜公主 此事哪 还敢去变 找死了 完颜公主 你好大的脾气啊 动不动就打人 本公主不光要打你 我要杀了你 完颜公主 就不能好好谈一谈 你算什么东西 你配跟本公主谈吗 大臣皇帝 再不拿下他 我奏起了可汗 发兵灭了你们大臣 女士 还不靠地跪下 不然的话 更怕你猛犯 怎么 现在知道怕了 晚了 我不会轻易让你死 我要让你 当一辈子的狗 跪下 从本公主胯下爬过去 跪下 好大的胆子 不怕我柔然灭了大臣 柔然想灭我大臣 我枪支大炮造成 谁是敌手 五步之内 人进敌国 完颜公主 还不如半颜 你也是 我只想 和你好好谈谈 你为什么要逼我呢 让他们都出去 好 我与你谈 你们都下去吧 我与齐王 有钥匙相谈 大臣皇帝 你也下去 我先假意迎合 脱离后 定将你千刀万剐 齐儿 不得无礼 既然要谈 还不放开本公主 本王胆子小 意味着公主 才有安全胆 说吧 你想谈什么 不着急 本王实在是好奇 王胆公主 为什么要执意杀我 你杀了我容忍小王爷 本公主当然要 行了 别说这些废话了 你当本王 是三岁小孩吗 再不说 本王愿意 和王胆公主 做一对王命鸳鸯 如何 大臣皇后答应我 朝贡 再加三朝 知道又如何 此人 是不会信任的 朝贡没有多少利益 与你完颜血 又有什么关系 你什么意思 你还记得 本王的五粮业吗 只要你接过此事 柔然 就只有你可以售卖 这所有的钱 就可以进入你的药包 五粮业 独家售卖 不错 这正是本王 所创的独家代理模式 没有今日之事 倒也不是不能答应 可现在 你做梦吧 你们聊得如何 父皇 我们相谈甚欢 我与齐王 相谈甚欢 现在可以放开了吧 本公主 不追究小王爷一事 放开可以 只不过公主 需要缴纳一份透明照 什么意思 你干什么 空口无凭 我只要公主 我只要公主 云我成为一家人 我才能放心啊 口乃柔然公主 你敢 本王 还没有玩过柔然的公主 今日 便要尝尝 这草原大野马的词 快住手 你大臣皇帝就在天外 本王还没有在大殿玩过呢 想想 就令人心 你放开 你干什么 久闻 草原公主 与匈奴王子 有婚约在身 今日 便便便宜了本王 死定了 我会将此事告诉大臣皇帝 如果他不处置你 我柔然铁骑 一江南下 踏破你大臣 你放心 谁都不会死 你还有活路 匈奴王继位以来 吞并草原各个部落 势力大增 最近更是大败柔然一场 少废话 你想说什么 柔然可汗无奈 送你和亲 向匈奴求和 而后 又派你打入我大臣 进行敲打 搜光 你 若你把我逼死 我的手下 就会把你插入我大臣国室 逼死齐王 扶持秦王的事情 传出去 你说 如果匈奴王知道了 会怎么 这些消息 你都说出去了 他会怀疑 你们柔然 参与我大臣 争处之事 是不是不甘于落败 想联合大臣 攻打匈奴 你 匈奴王也信勃勃 岂会作以代彼 到时候匈奴王 发兵攻打柔然 完颜公主 你承担得起吗 你在威胁本公主 不不不 我现在 给你两条路 至于选择哪条 那是你的拳 完颜公主 齐王对你释放无礼 父皇 我与柔然公主的误会 已经解开 没错 我们误会已经解开 本公主累了 先回去休息 解开就好 齐王 送送王阳公主 这一次 算本公主认灾 你最好 不要让我抓到你的把柄 你放心 本王承诺给公主的 绝不会啥 秦王有皇后的支持 这一点 他就比你有优势 你还是先过了内观再说吧 皇后想要对付皇 那正好 本王也正打算去找他 你还是先过了内观再说吧 好个齐王 当真心急深沉 居然隐忍十多年 来人 秦王叫过来 哪个不长眼的 惹得母后大发脾气 你来干什么 真是委屈母后了 儿臣看了报纸才知道 原来母后年纪轻轻 就得不到满足啊 放肆 你敢轻薄本宫 母后刚刚打疼儿臣了 要不 听儿臣揉一揉 说不定儿臣 可以帮助母后排解寄母 放手 满嘴无言晦语 你不怕我禀告陛下吗 正好 儿臣可以陪母后一同进去 说不定父皇 还没有看过这一段 你留下此物 本宫当作 什么都没发生 威胁本宫 罢了 此物绝不能泄露 你干什么 本宫男女母后 你干什么 本宫男女母后 母后 皇宫何其寂寞 儿臣 也是一片好心呢 闻人 母后 母后 二臣进来了 母后你没事吧 跪下 你可知错 母后 可是身体不适 本宫问你 知道错了吗 儿臣知错 儿臣不该心脏手软 请母后息怒 母后 你这是要怪儿臣的 母后 你怎么了 既然知道错了 本宫罚你跪地 半个时辰 母后 还真是了解儿臣的 知道儿臣 需要半个时辰 滚回去反思 废物 是 东西呢 还不交出来 母后不妨猜猜看 我们刚才那一段 要不要录影 你这个疯子 陛下若是知道 你以为他会放过你吗 母后 只要你不参与夺敌 这两件事情 没人会知道 你若是参与进去了 儿臣 愿意女后 做一顿 汪名鸳鸯 殿下 殿下快醒醒 殿下 春梦了无痕 打扰本王睡觉 本王 你要重重打你几八 奴婢 奴婢都听殿下处置 可是秦丞相还在外面等着呢 你个小妖精 殿下 尊重殿下分子 老臣派人殷少困到过 皇后娘娘只是陪秦王门上 这一招 虽有些弄险 不过看来就笑了 皇后一时半会儿 不敢易懂 柔然使团 举止诡异 突然推迟面胜 恐怕 在暗中谋划上 这个完颜雪 想要对付本王 最令人成担忧的是 大将军郭战 上表请求回京树持 郭战 买皇后之兄 更是秦王背后 最大的支持者 此人纵容柔然解裂 杨寇自尊 陛下都要利用三方 丞相不必担心 区区北疆大军 不足为虞 本王让你找的工匠如何 若是能找出枪支弹药 弹枝可灭 大将军 老臣找来数十工匠 更有大将士卢文 此人性子高傲 对殿下的图旨不屑离故 对 恐怕丞相 也不相信吧 殿下的练兵之计 是上策 奇迹引巧 不可信 还好当初 为了教学效果 特意买了身强 让人 将鲁容 和那些将士带过来 本王就让你见识一下 科技 大将士卢文 见过程将 你就是大将士卢文 这是齐王殿下 卢文 你还不过来拜见 无妨 天才总是性情古怪 见过殿下 如果没有什么事 我们就回去造枪了 造枪 造本王的步枪吗 我造的是勾连枪 那步枪是什么玩意儿啊 不是什么人都能设计武器 告诉我 怎么跟殿下说过 程将莫非忘了 我之前说过 不要干涉我铸造武器 你没有尝试 怎么知道本王的枪不行 我是大将士 我比谁都了解铸造武器 你不过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皇子 既然丞相违拜承诺 那就另请高明吧 慢着 人可以走 但是图纸不得留下 图纸 不是 我垫桌子都没有 帮忙到图纸 你用来垫桌子 殿下息怒我 不容性格不好 不会说话 可的确是难得的天才将士 请殿下让开 秦王殿下奉命召我进君弃司 任命我为少监 我还要赶过去复任呢 此人见过枪支的制服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步枪 这么小的东西还想杀人 这手枪威力如此巨大 现在相信了吧 信了 信了 若是能建造出步枪 就能组织一支军队 大将军 也奈何不了我 殿下 真乃天人眼 不好 陛下封鲁龙为少监 殿下一枪打死 这 本王 连公路侍郎都杀 还怕他一个小小的少监 搬一箱黄金过来 水泥 美酒的收益 全都砸进去 必须造出枪支 是 从今天开始 这里 只许进 不许出 要是能造出步枪 这些黄金 都是你们的 要是造出 死 死 我等一顿全力造枪 威胁皇后 争取的时间 希望能造出枪支大炮 走吧 去看看咱们招募的兵马 殿下 柔然使团忽然入宫 陛下令咱家来宣殿下和秦大人上朝 这个完颜血 又耍什么花招 灯光过后 宫里现在什么情况 不知什么原因 柔然使团有意归还玄武成 却又要考量大臣是否有资格 秦王济言说殿下才华无双 应当照来应对柔然 秦王济言 皇后之事还是陈玄自作组终 你们还敢跟我耍心急 走 本王倒要看看 你们想怎么比 我八弟才华无双 诗词歌赋无所不经 还怕你们考量 又给我挖炕 就算你们提醒王济雪 我又何惧 王济公主 请赐教 本王全都接了 我想终于误会了 本公主 并非可以刁难 又何惧 再来赐教一说 玄武成掀起蝗灾 如果无法解决 还给大臣 只会害了百姓 百国主 你这话什么意思 如果大臣有办法治理蝗灾 究竟满城百姓 那我柔然便凤凰玄武成 诗诗词歌赋副镜头 哼 你还能解决黄灾 荒命 谁不知道黄灾那天货 自古就无从之理 柔然根本不想破坏玄武成 周亚青 你们可以有什么办法 怎么 平时不是很能说 今天都哑巴了 承诞无能 父皇心怒 八弟才华也剩我等 或许有办法 八弟 快说说你的办法 没人能治理蝗灾 完颜学此季为了玄武成 本宫稍加引导 不必出面 便能打压齐王 齐王怎么不说话了 你不是都接了吗 对古人来说 蝗灾无解 不过现代却有完善的方式办法 你们还想坑我 回禀父皇 儿臣确实有办法 你说是什么 谷制大贤都无法治理 齐王那有什么办法 朝堂之上 身亡就能擄耀耀心 我没有办法 你们有办法 说来听听 八弟 天祸我能有什么办法 没有办法 就闭嘴 齐王 你说说有什么办法 父皇 儿臣的办法很简单 既然蝗虫吃了百姓的粮食 那就让百姓吃了蝗虫 我都知道蝗虫乃不祥之物 根本不能吃 你还建议百姓吃蝗虫 八弟 你没有办法就算了 你胡乱建议 吃何屈膝 蝗虫就是虫子 富含蛋白质 为何不能吃 齐王还真是睿智 谁不知道蝗虫乃毒物 是蝗生 惩罚百姓的使者 你居然敢提吃蝗虫 古人愚昧 敬畏天灾不敢吃 现代可发明了烤蝗虫 油炸蝗虫一堆吃 一派会 父皇 儿臣请求试吃蝗虫 证明蝗虫可以吃 蝗虫有毒 齐王怎能涉嫌 齐王的建议 理应由齐王赐吃 敢吃蝗虫 本宫看你怎么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味道不错呀 鱼儿什么时候就会烧烤 陛下 蝗虫食之不祥 他居然真的吃了 不怕黄神将军吗 黄神在上 宋云奶 齐王陈宇啊 父皇请叹 儿臣连吃了三串 过了这么久 还没有吃 不可能 你怎么会没事 陈上来 让朕查查 陈上来 父皇请慢 这蝗虫怎么能吃啊 这齐王不是也没事了吗 嗯 好好好 熟丝爽口配香 再为也能多一些肉吃 王爷公主 不 乡武城 该归还了吧 不行 这吃黄虫算什么解决办法 难道还能把黄灾吃没了吗 是啊 父皇 这黄虫乃是天上的黄神所降 恶意不差食用 威脸上天的降罪 普通虫子而已 还上天降罪 而且谁说 我只有这一种办法 满朝文武都没有办法 你还能有很多办法 难道 你比满朝文武还厉害 绝无可能 你还有什么办法 回禀布皇 儿臣的办法还有很多 请听儿臣一一道来 这第一册 乃是建立制度 简直合适 我大臣制度完善 还学什么制度治灾 有劳政公啊 设置补皇历 专门负责灭皇工作 建立奖励制度 如补皇一斗 奖励百前 民间推广 黄虫使法 补法 发放小册子 奖励百姓补皇 商队买皇 三哥 三哥 我这一册 可有错 齐王好计策 百姓齐力补皇 吃皇 定能遏制皇灾 老臣恳请陛下采用 鼓励百姓补皇 固然没错 可百姓哪会负皇 齐王这招 滑而不适 这 我这一套制皇措施 积古今防治之大差 岂能没考虑蝗虫普法 父皇写定 我这第二册乃是技术防治 说的就是蝗虫普法 公公 可张网于田野捕捉蝗虫 可利用蝗虫趋光性 于火灭光 可开钩献杀幼虫 亦可直接挖掘虫软焚毁 母后 我这第二册如何 齐王太过聪慧 断不可留 齐王大才 果然好办法 父皇 儿臣还有猪多半 有劳公公 如养殖鸡鸭灼食蝗虫 既能养殖鸡鸭 又能防虫害 有水洒在农作物上 蝗虫不食 种植蝗虫不喜之物 这就是儿臣的治理蝗虫措施 还请父皇品鉴 好 羽儿这的措施看着完美 不愧羽儿当初立下大志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齐王殿下大才 陛下之福 社稷之福 为什么 为什么 他凭什么事实押本王一头 完颜公主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多谢齐王 为我柔然治理蝗虫 现言献策 至于玄武成 我柔然 绝不奉还 完颜公主 你归为柔然使者 怎能出尔翻尔 是你们这些人太蠢了 战场上拿不回的东西 想用谈判拿回来 完颜公主 归还玄武成 是柔然可安受益的吧 你确定 要任意撕毁条约 你也太看得起你们大臣了 你以为我柔然 会怕你们大臣 柔然不怕大臣 难道 就不怕匈奴吗 你本王所知 匈奴扣鞭 柔然还敢两线作战 八弟 你胡乱猜猜猜什么 破坏了我们大臣与柔然的关系 你担当得起吗 完颜公主 怎么不说话了 八弟 你很敢 哄你个大臣齐王 这个你都知道 我要再比一局 双方各出一人 胜者得选无成 你们大臣敢不敢应战 你们大臣敢不敢应战 修毙他拆动了 你们的伎俩已被秦王殿下看透 还不速速交出匈奉 少废话 你们大臣敢不敢应战 有何不敢 若是你们再公然撕毁条约 休怪我大臣出战 好 那我就派我柔然第一勇士 乌琳达出战 什么 那个杀我大臣少将的第一勇士 怎么 怕了吗 太迟了 据说此人凶狠残暴 齐王上场岂不是必死 齐王满口应战 应该是胸有成途的 父皇明鉴 八帝文桃武略此战 非八帝不可战胜 解刀杀人 母后好计 陛下不可 千金之词坐步垂讨 齐王殿下岂可亲自下场比武 我柔然王子皆能领兵打仗 没想到你大臣齐王连比武都不敢 父皇儿臣请求出战 胡闹 羽儿 你又不懂武艺 陛下慎言 莫非忘了大将军的话 皇室尚且惜命 文武大臣又怎能用命 齐王就是书也必须得上 也罢 见语了 陛下英明 这一次本宫看你怎么死 本宫不信你还会武艺 谢父皇儿臣 并不如什么 我有枪在手 什么狗屁第一勇士 会是我的对手 你们的阴谋注定失败 小子快快下来受死 别急 本王马上送你去 齐王怎么还不上类 是指会成口舌之快吗 本王那口舌快不快 婉言公主还不知道吗 我被锈了 便下 选一件冰器吧 新优强 成香忘了吗 本王有兵器 爸弟 这武0000南党杀人入麻 我今日迷死 是啊 殿下手将在手 岂会斗不过此 岂如多兵的南方蛮子 想与我武林大兵武 作梦 这一刀 砍中胸膛 岂王必死 也不必等大将军回来了 老爸 你终于要死 这就是大臣岂王 一招都截不了 还想争处 废物 果然是个废物 就凭这小玩意 也想打碍我 怎么可能 岂王用的是什么武器 竟然一招杀死了武林大 殿下的手枪 竟然轻而易举地 就打死了柔然第一勇士 什么 我柔然第一勇士死了 卑鄙 你到底用的什么暗器 还原公主 以我没有规定 用什么暗器吧 你敢杀我柔然第一勇士 大胆 你敢在大臣 刀指本王 你敢 这下 该把玄武臣归还大臣了吧 好 玄武臣归你们大臣 玄武臣归你们大臣 你不要太过分了 嗯 有问题 好 父皇 儿臣信不辱命 好 玄武 文武双全 这必须重重赏你 今次你 结果知全 一言奏章 接着共睦 儿臣 多谢父皇 儿臣定当 心不辱命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太子之位 唾手可不落 我距离皇帝 又近了一步 父皇 奏章 都是儿臣接受的呀 真已不得你 猪皮之血 你还得接受奏章 正把盒子 给我延长 八处亲王的爵士之位 一关后笑 不慌扰命 不慌扰命啊 这个蠢货 还敢当众说出来 陛下息怒 齐王固然可少 可监国之权 是不是过于草率了 这房子中 有几位 能比上齐王 母后 你要救我了 按时的权威 住口 你这个废物 大将军不知何时还朝 齐王屡屡出彩 陛下已经对他十分上心 三哥还在这儿 母后 正式休息了 本宫正要休息 你们都退下吧 母后 你好大事大事 放肆 放肆 本宫乃女母后 你敢如此对待母后 老郎的话 当成耳朗风 做个事 不可我没有 你敢如此对待母后 我要去 我要去比较父皇 好啊 好啊 去啊 不知母后 豫下如何 要不要邀请父皇 一同观看 母后 只要你不参与夺敌 这两件事情 没人会知道 你若是参与进去了 儿臣 愿意女母后 做一串 汪蜜蜘 不可 玄儿 你先 出去等候 母后 你有什么 三哥 母后的话 说的不够清楚吗 你 还不滚 谁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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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安静等候 本宫有事 你期望商量 母后 儿臣对你很失望 期望 到底想怎么样 母后做错事 当然是要受伤 好啊 母后 你怎么样 要不要按时进去 我没事 你推到一边等候 母后 母后 儿臣 快给我退下 是 是 难道老爸正在 不可能 母后那国家嫡女 更是大神皇后 老爸她怎么干 不行 必须 母后 儿臣进来了 放肆 本宫让你进来了 母后 先动 儿臣是担心 担心 三哥对本王 有什么可担心 住手 是吧 你这么快做什么 大胆 母后 你 你怕什么呀 儿臣 禀报父皇归事 宠户 再有吓死 老王就活活了你 母后 这个宠户就交给你了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母后 老爸她 告诉陛下又有什么用 他才放权于齐王 陛下信你 还是信齐王 是 父皇 你不信任二臣了 不必担心 大将军不日而归 齐王已经 蹦打不了几天了 皇位 只能是你秦王的 殿下 老臣以命李志勇整军 三千兵马 随时围困 柔然使馆 这段时日 辛苦丞相 恰好本王 要会回这个完颜旋 上次简约不成 索性今日 就拉链丞相 蒙络着这兵马 另外 还有一件事情 需要丞相去办 婉颜公主 这就是你的代客之道 下国皇子 竟敢对本公主不敬 真是过躁 这么一看 婉颜公主 还真是别有一般风韵 你真是不怕死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想必婉颜公主 也是一朵野牡丹 少废话 找本公主 有什么事吗 当然 是为了快乐 你还敢放肆 这可是我柔然使馆 柔然使馆又怎样 还不是我大成果 你想干什么 你敢对本公主屋里 秦王想知道什么 本公主告诉你 不着急 本王 先把婉颜公主 给伺候好了 你放手 你干什么 演战 本王 本王早就告诉过你 可 überzeug公主 不听我的呀 直说吧 致王想知道什么 罢你好 你保ang 把你知道的 全都告诉你 致王如此聪慧 怎会不知道呢 怎会不知道呢 스크 就说 你到手 弄疼我了 来龙去脉 全都告诉我 我柔然归还玄武城 其实是你大臣大将军所求 以迷惑大臣皇帝 我柔然就可以专心对付匈奴 大将军怎会有盈云 就得到什么 柔然可汗 怎会与他交易 我不清楚 不清楚啊 我真的不清楚 他好像许诺了燕云十六周 你大臣的大将军 会已经发动政变了 政变 文言公主 你耍我呢 你怎会将此事情告诉本王 这是真的 我有证据 你大臣的大将军郭湛的密函 就在我这里 我就取来给你看 好 就取来 本公主告诉你 死人是不会泄密的 你敢置身前往使馆 你当本公主 带的柔然勇士 是死人吗 这就是你的底气 我只死货 站住 不许靠近 外言公主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 你的勇士 这么久了都没有出现 你什么意思 你听 你不是一个人来的 你敢带兵闯入使馆 本王有监国大权 听闻使馆混入奸细 你敢讲评我使团护卫 你也敢 你不怕我可汗 发兵扣鞭 怕 怕 我当然怕 所以本王又做了一件事 让柔然可汗 无心口言 什么事 另外 还有一件事情 需要这个教训办 雄龙小王子 性情残暴 环渊公主 又不想和亲 所以本王 有包 现在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玄京城都已经知道了 你是不是疯了 你不怕柔然匈奴 双双扣鞭 我燕公主仰慕本王 愿意嫁给本王 所以本王派一期使臣 前往柔然求亲 你觉得匈奴那边知道了 会怎么样 你这个疯子 匈奴扣鞭 柔然可汗 根本没有功夫管我的大臣 恐怕顺水推抽 而将你嫁给本王 所以你就老老实实地 做本王的一条稿吧 这只是一时 我柔然又是缓过来了呢 你又倒如何 再说了 你大臣的将军 已经在回京的路上 本王的事情 又不差人操心 你就老老实实地 做本王的一条稿 大将军也好 柔然也好 只要你知道的消息 全都告诉本王 哼 我的枪支大炮造出来 任你什么大将军 柔然可汗 都要灰飞烟灭 好 你也可以选择大将军 皇后联合攻灭本王 但是 你要想清楚后果 殿下 丞相 这又就是我大臣将士 李将军 也算幸不辱命 禁诸柔然三百人士 三千人 围杀三百人 还自伤我 这也算幸不辱命 殿下莫非不知兵 柔然不满百 满百不可敌 末将围杀三百柔然兵 一是大狗 荒唐 柔然是人 难道我大臣将士不是吗 看看你的兵 东倒西歪 战美战相 还怎么拉住你大仗 末将纵横战场十亿年 连柔然地匠都称赞 末将所率领的谢露营 那天下稍有的精锐 就这样的兵 造出枪炮的文诱 还好我年年军训 也带了军训手册过来 好好看看 这是本王写的军训手册 殿下是在羞辱末将吗 你从未 不会武艺 连杀死柔然第一勇士 都是靠暗示 你还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 住口 李将军 你怎么和殿下说话 殿下恕罪 李将军太过耿直 你说我不懂军事 连我写的军训手册 都不愿意看一眼 殿下发话 末将口复死 但不懂 就是不懂 好 外面这十个兵 一分为二 你我各待七天 七日之后 我们必须一分 可敢 有何不敢 末将若是输了 愿自裁弃罪 大喜啊殿下 工匠们 造出步枪来了 来你们看看 四枪再少 再加上金链新兵 本王再也不去大将军 恭喜殿下 只是这练兵 殿下恐怕 看来丞相也不相信我 正好明日便是第七日 本王就让你见谁下 什么叫做特冲兵 李志勇 臣在 你现在认错 本王还可以饶你一命 殿下是 末将甘愿不死 殿下真是没信心了 不道皇和心不死 好 第一列 出队军演 立正 讲座转 第一位 英道武人 十二道武人 请殿下解决 你们是谁 大臣将士 大臣的建议论 愿为殿下处死 你们的识别是什么 君子以国分之外 保家卫国 战君子 走政部 再加上思想教育 别说在古代是将位打击 就是在现代 几个国家能毕业 李将军 还要继续吗 就这 稀奇古怪 给我上 没用的东西 给我取烂 这 这就是军事旺说的 领行进去 其景如风 积蓄如灵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恭喜殿下 有了这只兵马 再配上步枪 殿下 定能再造乾坤 不不 何止再造乾坤 殿下 必成千古一地 莫将兴了 莫将甘愿之才 殿下拥有如此兵马 定能成就大业 来人 拖下去 殿下息怒 且听老臣一言 李将军 以国家不共戴天 其父死于大将军之手 必定尽心尽力 眼下正值用人之计 请殿下准其戴罪立功 既然丞相为你美言 本王就暂且寄存你的向上人头 但是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从今日起 本王贬你为亲尾 什么时候戴罪立功 什么时候官复原职 莫将领职 愿为殿下父子 殿下 那 那可继续有色 可放少给莫将 你之前 不是怎么也不看 嗨 这 郑公公 何事这么着急 殿下恕罪 大将军班师回朝 陛下宣出皇子 前去迎接 郭子回来了 殿下 这可如何是好 大将军就如何 他能吃了本王不成 志勇 你留下在这操练新兵 是 丞相 你随我 入宫会会这个大将军 参见父皇 八弟 你眼里还有大将军吗 迎接大将军如此不少的心 怎么 三哥觉得自己又行了 本王只是实话实说 父皇 剥夺三哥的义政权 也废除了三哥的秦王爵位 三哥怎么自己 还上朝了 成语 你别再过分 这是老臣的意思 秦王 有什么不满吗 老臣容颠多年 朝中 幸亏有秦王调动 人谁无过 臣 可人请陛下 宽恕秦王 你作为一个大臣 有任何事情 都可以上报上奏 怎么带一个被废掉的王 难道这整个大臣 是你说了算 八弟 你是怎么跟大将军说话的 陛下恕罪 臣 就未上朝 倒也 忘了这些规矩 大将军 老虎功高 何子只有 既然大将军开口 暂时恢复秦王爵位 秦王 你要醒醒 谢陛下 儿臣请追教诲 八弟 好想跟我斗 输定 我废 陛下 臣听闻 最近 齐王在监国 这边关急报数十分 到现在还未消息 这边关的百万将士 可是嗷嗷待哺啊 齐王 你还敢斥责老夫 今日 老夫彻底废了 父皇荣禀 八弟见过你来 一次都没有去过上书台 秦王 远军那重中之重 你单敢守护 连上书台都不去 你见什么国 其他倒也好说 不过 这粮草 酒酒未到 军官甚至发生一些 小规模的报夸 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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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罗 扶持秦王 再顺利成章送走父皇 甚至不惜拿边军威胁父皇 可惜 万一学早就告诉我 回禀父 丞相这话贤书 是以而臣 没有去上书台 如果思考 解决边军问题 他蒙蔽父皇 边军能有什么危险 齐王殿下 这是在怪老臣镇守兵官武力吗 身体越来越差 这些江山还能敲跟谁 齐王与大将近不合 再能继承皇位 你说 你说不出来 这边就会说明 八弟 你说呀 你不是很能说吗 父皇说了的话 你没有提见吗 回禀父皇 兵军当然有问题 拥军拥官如同习性 财政严重之处 偏要连连溃败 毫无作用 兵军不多 如何应对柔软 靠齐王殿下的一张嘴吗 若齐王殿下真能够应对柔软 还有资格提出这个问题 大家因为镇守边疆 难道还不如八弟的一张嘴 贤相犯居的铭记 彪禀华夏历史 看你们怎么破 你想步步为营 我偏偏掘你的根基 逼你狗急跳墙 父皇 儿臣已有解决之处 老臣累了 若齐王殿能够应对柔软 那老臣也好告老还乡了 不可 大将军请你告老 逆子你毫无之兵 哪有什么办法 还不向大将军告歉 父皇应该知道前段时间 匈奴攻打柔软的事 你不是说办法吗 怎么又扯他匈奴了 这你当然知道 这云以何够 回禀父皇 完颜公主仰慕于我 想要嫁于本王 本王在派一支使团 远赴柔软求亲 匈奴王得知此事之后 你猜他会怎么想 这是儿臣的第一劲 离间劲 儿臣派人前往柔软求亲 同时在散播消息 匈奴王率军扣鞭 逼问柔软可汗 笑话 这与我边疆 大将军先不要急 我还有第二题 远交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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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派出一支使团 与匈奴交好 但凡柔软来犯 我们便说懂 柔软与匈奴大战 如此 柔软还敢肆无忌惮地扣鞭吗 好办法 好一个远交进攻 他明明是废物 为什么每次都有惊人之举 稳住边疆 财军 冗兵有关 同时操练新军 是不是一局解决了边军问题 还顺带解决了财政问题 为了齐王 不料 这齐王如此大财 竟反过来 动摇老夫的问题 断不可留你 好好好 齐王 十句大妙 丞相 你先静下来 五日 与六不郎 商讨 父皇放心 张臣 儿臣已经写好 五日便送往丞相 好好好 朕欲封齐王为太子 儿等一位如何 父皇不可 为何不可 齐王 建国不足半年 这太快了 为何不能 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遭数百年 大将军现在已经老了 我们现在 怎敢靠老人 本王 当人不让 哈哈 好一个当然不让 火儿 当兴大臣 父皇 陛下所言即逝 齐王大财 当立太子 好 那就这么定了 齐王 为太子 多谢父皇 儿臣 定不负所望 他日有待敢犯我大臣者 虽眼逼珠 高兴 笑着你这个太子 坐不了几天 什么 齐王封为太子 我一下子 儿臣再也没有机会 大将军怎么说 大将军 让儿臣转告幕后 以下计划行事 这是不必再等了 好 好 把功早已厌倦了 大将军究竟何业 除掉齐王 除掉陛下 还好带了太阳能充电器 要不然 连手机都没法玩 太子殿下 犀柳银化转为灵 以侍卫的身份 进入公共 谁知道 羽林军 不放行 谁干什么 守宫门的羽林军 都是郭家人 而且听说 郭战的儿子郭成 今日正好奉旨入郭 这万一要是撞上 皇宫暗流涌动 随时发生宫变 步枪队 必须带入皇宫 这郭家之人 还真是骄傲 连本太子的人都敢从来 本太子连大将军都不怕 还怕郭成那个 连毛路没整齐的羽林军 少将军 啊 没有陛下诏令 不得入内 真大你的狗眼看看 是谁 哈哈 原来是齐王啊 齐王要求 你又不是守公文的 凭什么公文 就凭他们都是我郭家的人 我等到听少将军的 好 好 好 齐王 你敢杀我 我乃国家独子 本太子入住东宫 圣子上写得清清楚楚 你还敢走安 找死 大将军不会放我去 你 多点时间 让所有兵们入住东宫 殿下今天差点杀了国城 大将军 恐怕不为善罢该休 你错了 大将军若是不急于造反 自然 会对付本太子 可是他一心造反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西柳鱼 看入东宫 岂不打草惊蛇 恐有造反的嫌疑 我就是要打草惊蛇 否则 大将军 准会急功心结 准会觉得 时机成熟 殿下之日 末将万万不及 大将军不知道 我三千兵马 有助听 二臣参见母后 母后 老爸入住东宫了 真的进宫了 告诉大将军 今夜封锁红城 不许进 也不许出 母后 老爸打了郭少将军 要不要上罢父王 蠢乎 陛下今夜病天 还有什么好报的 是是是 儿臣一时忘记了 东西都藏好了 藏好了母后 好 到时候放走正宝 追入东宫再上 你去准备吧 今夜亲自给陛下端汤药 母后 儿臣不敢啊 废物 半宫生自去 周公公 到这儿有何事 殿下快跑 皇后和亲王企图谋反 竟在皇上的桃药中 昏入短茶草 老奴撞破 亲王带兵一路追杀 老奴就是死 也要来告诉殿下 看来打草 确实今世 没想到大将军 这么快就发生了政变 殿下的意思是 这背后之人 乃是大将军 不仅有此 恐怕你这次逃入东宫 以致大将军 故意而为之 这 这不可能 老奴 老奴 我不得不承认 论才华毛月 我确实不如你 就凭你 也会跟本太子相比 死到里头了 还这么困扰 你这么勾结 意图摩害父王 枉费父皇 对你 满怀其难 封你为奸国太子 你污蔑老奴 你竟然还想污蔑殿下 你 怎么能算污蔑呢 东宫买有龙袍 还有断肠草 八弟 又私藏三千兵吗 只要我杀了你 这太子魔法人士 不就做事了 你 你 好寂寞 这恐怕 是大将军 八弟 全神已在皇宫寝室等候 你随我去认罪了 你别试图反抗 外面已有我五千余的位 反抗 可是会受苦的 五千兵马又如何 我的步枪大军 终于要在古代 绽放光芒了 这 就是科技的力量 降维打击 真以为吃定我了 你真以为吃定我了 你怎么敢 张公公 快去叫他父母 我使用暗器 就用抵抗我们 太天真了 我免五千余灵魏 解决完你的人 很快就会赶过来 五千余灵魏 还想解决我的人 像什么 你只有三千人而已 快 不敢的 启禀殿下 五千余灵魏 全部杀了 我军 无一人杀了 什么可能 就算是五千余灵魏 也不肯定杀这么快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可以出去看一下 你快出去看看 快 今天还饶命了 今天还饶命了 你跪下干什么 站起来 白王很快 等级成绩 你 你不能杀我 大将军 不会放过你的 你放心 这首戏没演完之前 本王不会杀你 李将军 在 郑军后在动宫 亲尾随我去请宫 是 母后快快到手 太子一阵门勾结 都杀疯狂 军龙魏 你们朋友断产草 还有一只精兵 太子甚至杀了五千余灵君 怎么可能 五千兵马都杀了 太子 真的是你干的吗 你帅领这么多人 难道连本宫也要一起杀了吗 母后一张乔嘴 本事不小 皇后你休要血口配人 此事 乃你与亲王所为 是太子勾结 你的话 怎么能信 太子何须谋反 何况郑公公 乃陛下心腹 断肠草 这不就是无头 父子花 古代的十大毒药之一 长文神农 长白草 最后就是死于这断肠草 太子 你干什么 看来亵渎父皇遗体 父皇还有呼吸 怎能处施遗体 聂子 陛下封你做太子 你就是这么办法的吗 母后这是何人 难道 是怕父皇醒来 儿等都听见了吧 太子有恃无恐 明知断肠草 乃无解剧毒 假猩猩说什么 陛下还有呼吸 凶手就是太子 乃人啊 你东宫证据拿上来 好啊 好啊 难怪丞相新相太子 原来也参与其中 证据确凿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母后好算计啊 故琴准备的龙袍 连着自己和丞相都一模一样 皇后娘娘 你怎能如此诬蔑老臣 一派胡言 儿等做下这等罪事 还敢污蔑奔公 来人啊 请大将军主持功的 既言如此 代表太子救兴父皇之后 让父皇到处其中真相 荒谬 断肠草无药可救 众之必死 太子居心何在 你救不好 并不代表本太子救不好 你们这般怎么 难道是心怀不愧 简直可笑 你懂什么叫医术吗 你草药都认不全 你若把父皇救好了 我就把头搁下来 给你当猝猝听 给陛下侨病的贾御医 乃天下神医 行医数十年 他都治不好殿下 难道你比贾御医 还厉害吗 好 你不是想治吗 本宫就让你治 治不好 本宫砍了你的脑袋 断肠草对古人来说 无药可解 对我来说可不是 我虽然没学过 可受夺西医发展史 知道境外输入葡萄糖 可促进无头无毒素排泄 葡萄糖这玩意儿 生个病医生就让来一瓶 我都能自己搞定 我教学乡里也不缺这玩意儿 来人啊 将本太子房间里的药箱取来 爹 皇后那边传来消息 太子 全建五千玉林军 太子之兵如此龙王 你暂且不必担心 等陛下一死 谁敢为太子与老夫作对 可 听太子说 他能够医治陛下 断肠草诸毒 无药可浅 太子如何医治 还要领兵入内 杀了太子 不可 你暂且按兵不动 老夫不相信太子能够医治 怕着怕 陛下根本没有中途 什么 老夫思来想去 此次 还是有点冒际了 陛下耿门就时日无多了 暂且观望 陛下若醒 立刻交出秦王典罪 必要时 不惜惜身力滑 皇后 我看太子拿出的东西奇奇怪怪 既不是草药 也不是针灸 才能治病 本王看他 就是要拖延实劲 你不懂 就闭嘴 这就调平 通过数月针头 将药物输入人体 从而快速解决 死 好 挂完水了 哼 过去这么久 陛下毫无清醒征兆 太子你该当何罪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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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陛下你醒了陛下 父皇 你先不要动 你的身子现在很虚 郑公公 速速取决 弄在这就去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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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是剧毒断肠草 太子凭什么能解 怎么可能 王爷醒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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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无事就好 这人是怎么了 陛下 你中了断肠草之毒 你中了断肠草之毒 这么毒了 陛下 该吃药了 皇后 你告诉臣 这到底怎么回事 陛下 您终于醒了 吓死臣妾了 臣妾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陛下 来 来 父皇 来 来 父皇 你中毒昏迷之后 秦王领兵 到东宫搜查 断肠草 龙袍 依靠咬定 就是儿臣毒杀父皇 无非 胃也不稳 就要砍杀儿臣 大胆子 父皇 你天下神给你解释 神仙 都是魔王之使的 你原是无非呀 废物 我扶你上位 你真是真得好皇后 真得好皇子 你们练出魔法阵 来人 突然就给我砍了 你以为 太子就是好东西吗 你不是拿污秽之事威胁本宫吗 本宫今天就是死 也要拖你下水 陛下可知 你的好太子 曾轻薄臣妾 臣妾可是大张王后 哪里她 真的对母后儿臣不解 母后 到底多恨儿臣 不惜子 也要陷害儿臣 慌他 太子也会做出这种事 这个时候了 还想害太子 趁这句句说实 太子自证清白的小玩意儿里 还有轻薄症界的画面 父皇且看 儿臣 愿自证清白 哼 手机还有擅除功能 你又岂会知道 我可以 我不看看 你没有没有 够了 来人 叫秦王要个大牢 在这处死 叫皇后带入冷宫 中生不能踏出半目 父皇饶命啊 父皇饶命啊 太子 你别高兴地再走 我看你怎么死 陛下 陛下 太子 朕身内不是 无法处置正事 往后一些果实 就消云惊 你们都下去吧 朕有话给太子说 是 陛下 儿臣多谢父皇 太子 皇后没有陷害你吧 父皇 儿臣岂会做出那种事情 朕不管你 皇后 乃是国家敌女 争取她 乃是爱 大将军之心啊 这是父皇的真心话 还是在试探我 父皇明鉴 儿臣绝没有做我 好 好 没让朕失望 朕的日子不多了 江山都给了你 何况却是一个 连姻皇后 父皇春秋顶象 绝不会有事 朕没有出资她 就是要留给你 让你怎么出资都行 不过 不过 朕有一个要求 你一定答应朕 要出资大将军 守住我大臣的江山 你是否能答应朕 父皇放心 儿臣必杀大将军 你如何做得到 父皇 皇后此次公辩 大将军 并非袖手旁观 大将军之子统帅玉林军 封锁了皇城内外 郭阵和他的胆子 他是要怎么玩吗 父皇 儿臣猜测 郭阵很有可能 忌惊 所以没有潜兵攻入皇城 一旦他看出 父皇的身体 得知情况 恐怕 会立即出战 父皇 儿臣已有对策 还需要父皇 赐予一道圣旨 封将军 出公大臣传来消息 陛下中毒乃真事 醒来也十分虚弱 断肠草 当真有解 还是说陛下 只是在强承 你做好准备 本将入宫 一探究竟 殿下 不能去殿下 郭城很可能已经知道真相 欢迎拿殿下试他 与邻军大营非去不可 父皇的身体脱不了太久 放心吧 本太子早有计划 你准备好了 少将军 大事不好了 太子来了 他来干什么 你赶快召集众校尉 奔向 本太子过来 波小将军不欢迎 军队 军营重地 纵然太子也不能轻辱 更何况 此人 本将记得是外军吧 你 我乃太子亲典 外军就是不能进入 争大营的各位看清楚 羽林军武将闯入东宫 你郭城就是这样掌管羽林军的 陛下之意 由本太子接管羽林军 接过羽林军 莫非陛下没能解毒 防止我郭家 殿下误会了 羽林军关乎皇城安危 殿下这般弱不禁风 本将会害怕闹出乱丝 郭城 你敢控制 殿下误会了 本将这是为你好 万一将士们不答应 怎么办 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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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看见了吗 这帮说八不是这么好说话的 就连我的话也不管用 信我了 你敢欺辱殿下 不好说话 连你的话都不听 嗯不错 殿下 本太子再问一遍 你们是答应 还是不答应 邵将军能带领我们大胜政 我们只跟邵将军 太子殿下要强行接管 好 我们只好集体入宫请职了 好 好一个入宫请职 郭城 你好大的胆子 既然估误将士对抗太子殿下 够外军 你敢骂我们少将军 郭城 你以为本太子就无计可施了吗 根据殿下的吩咐 工匠们已经提供出炸药如同天雷 好 好 炸药尽速埋入于林金大鱼 皇城四门 殿下 你这是要做什么 殿下误会了 本将从来没觉得殿下有什么好的办法 此外军无赵入营 来人 脱着你 是 我宰了你个畜生 殿下快走 玉璃军恐有反应 你好大的胆子 还真敢谋罚 殿下 殿下也太天真了吧 真当本将没罚你这一手 你敢杀他 我能够杀你 你暗气再快 还能瞬间杀死我们吗 你们好大的胆子 还真敢谋罚 哈哈 本太子死了 整个玉璃军 都昏昏殷灭 陛下派你来接管玉璃军 身体恐怕是不行了吧 你错了 本太子说的灰飞烟灭 指的是我们的身体灰飞烟灭 你们听 本太子埋的天雷 马上就要爆炸了 哈哈哈哈 太子是被吓傻了吗 你埋的天雷 这 这是什么声音 你做了什么 刚才我说了 我埋的天雷 砰 爆炸了 不相信的话 叫人可以过去看一下 艺术就是爆炸 再剪漏的炸药也是炸药 你 你出去看一下 全死了 你说什么 大爷戏量 可可妈妈 所有失足 全死了 断食三腿 满地都是 电线 电线 起来 起来 不准备他 你们说 我现在能不能杀他 敢不敢杀他 少将军 要为我报仇啊 你敢杀我笨人 来人了 给我宰了太子 你们还不动手 这下真能造我天雷 别说本太子不给你们机会 杀了国城 然后率军归顺本太子 本太子可以既往不咎 否则 整个御林军下面满满的天雷 大家一起共赴黄泉 你们别乱来 他怎么可能会放过你们呢 殿下 只放过我们 本太子 一怒千金 他骗你们的 他怎么可能会有天雷 他怎么可能会遇使天雷呢 少将军 你没看见 天雷之下 只剩满地碎尸 不错 我们只想活命 请少将军 救我们一命 所以 少将军 是死吗 大英之中 唯有西边麻油炸药 这一局 本太子赌赢了 殿下 来不及 制造那么多炸药 殿下 殿下 我们刚刚删了尸 不 过贼 求殿下输罪 你们都是大臣的征臣 现在有一件事情要你们去办 殿下饶命 放心 本太子不杀你们 你们只需 把大将军请入营即可 正 请大将军入营 没错 就说少将军 发现陛下并没有解读 然后率今冲破了皇城 请大将军回来主持大军 太子殿下 背之不 背之不敢 不敢 你们说 如果大将军知道 你们杀了国城 他们会不会 依你们教族 放心 大胆地去做 事后 赏你们万两黄金 背之愿为殿下笑死 成败 在此一举 大丈夫 生不能无顶事 死亡 无顶庞 行命大将军 陛下已经危在旦夕 少将军察觉 并已控制整个皇城 特命背之 请大将军入宫主持大局 什么 老夫不是说不要轻举妄动 少将军说 既不可施 你去拿下皇城 混蛋 坏我大事 去 背教 不 背马 老夫即刻要进宫 逆子 老夫是什么嘱咐的 你怎么敢攻入 本太子 终于等到了大将军 怎么是你 成儿人 来人 把郭城还给大将军 书子 你敢杀我儿 郭城意图谋反 本太子杀主 怎么 莫非 大将军也是残皇 老夫 老臣毫不知情 我儿竟敢冒犯天威 数字 老夫定要杀你 行了 大将军就不要再招了 今日本太子绝不会放过 狂老夫进攻 是为了杀老夫 废物 郭城那种废物 本太子放在眼里 就你 能杀老夫 老夫边关数百万兵 可以抵御柔染 也可以一起柔染 徽君南下 区区百万大军 本太子又有何惧 柔染尽反无大臣 本太子击回 我徽君破旨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徒之兵 莫非王臣 太子要做的事 先回避 太子要做的事